摘要,教育庭,FF公司,宽链创业公司,STO,丹链德德,APP记者,将这些关键人物和关键词层层包开,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这场充满了炒作气息的世界背后,又是一场双方希望空手套白狼的数字游戏,一个内容为去宽链公司EVO希望通过Store Security,Token Offering的方式, 向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Faraday Future FF投资9亿美金的新闻,再次引发各界对贾跃亭和FF公司的关注,然而,随之而来的猜测和质疑并未解开,EVO究竟是否投资了9亿美元,投资资金从何而来,这笔投资如何生效并执行,什么是真正的STO,Store在本次事件中,又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FF公司又究竟是否如其自称的并不知情?带着很多疑问,列德德APP做了多方采访,包括EVO有关负责人等当事人,查证事件前连各方的信息文件,访问数家STO成功落地项目有关负责人,与思维区块链专业律师, 以期揭示事件原委,该消息能够被迅速传播,得益于几个热点关键词,驾越亭,FF公司,快乐创建公司,SPO, 但当列德德APP记者将这些关键人物和关键词层层包开,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这场充满了炒作气息的世界背后,又是一场双方希望空手套白狼的数字游戏, 一个套用流行STO概念,帮助FF公司争议股权资产进行募资的空手套白狼的值,且合法性基础存疑,以新的投资方名义,出现的区块链创业公司EVO, 更准确说,只是FF此次募资的承销房,在尚未试剂获得FF公司受让股权购购买,也无承销资质,便试图将其对外宣传中的空投FF资产, 以Token化分隔的方式卖给散户投资人,以帮助FF获得融资,而FF也并非如其自称的不知情,双方通过意识初步保密协议,完成了这场炒作的局,主动出击的投资人, 假月停时机控制的新能源汽车公司Faraday Future向文简称FF公司,自今年10月与恒大健康的合作出现,严重纠纷并在香港提出仲裁, 就一直面临着紧迫的财务危机 11月29日,恒大健康方面发布公告称,对于FF在11月12日向香港仲裁中心提出的要求, 提出恒大对FF的资产抵押权的申请,时影恒大健康持有100%股权,已收到紧急仲裁结果,并趁紧急仲裁员全面驳回了合资公司, 剥夺时影对合资公司资产抵押的申请。 而FF方面则于11月30日预发表称,FF本次紧急仲裁的诉求将被转到主仲裁庭进行判定, 并表示恒大健康公告中,所称的FF诉求全面被驳回,并不完全属实。 据估算,2019年FF91的量产计划,尚存至少5亿美金资金空缺,此前爆出的,FF员工收到了的全员降薪20%, 公司创始人间CEO贾跃亭将至领取一美金年线的消息,也能测面印证FF公司目前的截止状况。 FF与恒大的合作纠纷,11月9日,FF向美国加州中区法院提交诉讼,申请确认并强制执行香港仲裁庭,做出的紧急救济裁决。 此项财决上贾跃亭获得了5亿美元的有限融资权,也就是说,原本贾跃亭的FF公司与恒导合资成立的Smart King公司,此时可以行事运出价值5亿美元的股权份额。 FF全球财务副总裁Michael Augustin表示,目前FF公司已经与这部分有限融资权新的潜在投资者进行了洽谈, EVIO则称自己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是主动找的FF公司的首席财务负责人王家伟,希望他趁这次合作的EVIO中国区负责人对联德的说, EVIO的核心创始团队几乎都来自于美国之明星们原汽车公司特斯拉,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从技术储备和现有车型设计上, FF公司迫于当下的资金压力,国值是被低估的,首先我们希望此时抄底FF公司的股权, 在投资收益上期待有更多的回报,其次作为一家提供车车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公司, 我们也想让自家产品能够有一辆不错的车型搭载,进而做成应用案例,最后合资公司Smart Pin的大股东是恒大健康, 有恒大的实力,信用和背景作备书,这个标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起码是有珍规保障的。 谈及产生投资决定的原因,Avoyer该负责人这样表述,Smart Pin是香港市民公司与FF原股东以合资模式设立的公司。 2017年11月30日,香港市民公司出资20亿美元获得合资公司45%股权, FF原股东则以FF拥有的技术资产及业务入股,持有合资公司33%股权, Smart Pin权资持有FF,为FF公司实体。 另外,FF的首席财务负责人为王家伟。 去年他媒体的一则报道曾经是,王家伟为贾跃亭一亲属。 贾跃亭多项资产,以实际转移至王家伟名下,FF股权是意图, 9亿美元STO投资实为公开募资当下市场, 法币与加密货币双通道的融资难度均迅速攀升, 数次货币市场整体下行态是剧烈, 以可融资在全球各主要国家都面临更严峻的监管形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核规划的STO融资被击理后啊, Store Security Token Offer in each证券型通证发行, 其目标是在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并接涉合法和规定管的条件下, 进行通证的公开发行。 Street Security Token通常与真实的有价资产作为支持, 如资产权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大宗商品等。 Evoio中国区负责人项链德德称, Evoio目前并没有做过任何有关STO的发行, 也并非为了帮助FF公司进行STO融资, 作为一家今年年初才注册成立的区块链创业公司。 Evoio虽已通过项目Token在全球完成了私募融资具体数额并未透露, 但自身上不具备可供STO发行所锚定的底层有价资产。 Evoio的计划是,在理想情况下, Evoio已有的部分自由资金, 具体数额以保密为由并未透露, 对球前若可的FF公司进行第一阶级的注资, 在现有国之下换取FF5公司Smart King一定数量的股权, 并称目前已与Smart King方面签订了保密协议。 换句话说,区块链创业公司Evoio将9亿美元分3年投资给Smart King公司, 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Evoio自己的一个规划或设想。 资金来源也并不可期。 按照Evoio的设想,如果拿到Smart King公司的股权, Evoio会利用这部分股权作为私生平台, 进行STO募资的底层有价资产。 也就是说将Smart King这部分股权以Token化分隔的方式, 出售给散户投资员,出售之后获取的收益, 在去分批兑现之前对Smart King公司做出的融资承诺, 这中间产生的出售额与融资支付矿间的差价, 时间错配产生的增值空间, 以及Evoio手里通过本次STO发行而大量持有的ST增值溢价, 就是Evoio在这个模型当中的获利方式。 Evoio中国区负责人对联德德坦言, 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定义和称呼这种投资操作模式, 但Evoio公司CEO Patrick DePontor, 最早在对外宣传中, 给这种融资方式起了新的名字, 也就是间接STO, 按照计划, 依此形式发行的Token将会涉及到股权, Evoio最自行定义该Token性之类的Security Token, 于是这个还处于计划阶段的方案, 在几大传播热词的触拥下, 得就传成了放肩热络的提法。 Evoio通过STO融资为贾跃亭输血, Evoio的STO计划, 所以, 这则一度被外界热议, 在贾跃亭与FFE用STO方式融资救急新闻。 其真实计划是, Evoio打算在自身平台, 进行新一轮的募资, 或模拟投行开展股权成销业务, 通过挂数平台计划购得的Smart King公司股权资产, 试图以证券成销商的身份, 将Smart King股权资产, 以Token化的方式份额, 划拆分出数给投资人, 从而让Evoio平台获取资金和相关溢价收益。 如盛文所提, Evoio计划实际上是在三年期限内, 以这种方式为Smart King融资9亿美金, FF签署的关键保密协议。 练德德, 在经过允许的情况, 下查看了Evoio提供的, 与Smart King限定的保密协议, 该协议尚未一项性保密协议, 没有可供交易落实和执行的条款, 对协议商方尚无确诠约树立, 时为Evoio在与Smart King方面进行商谈后, 签订的一份约定对会议所说内容不对外产播, 宪明保密义务及违约责任的协议, 其中没有涉及任何与Smart King进行洽谈的细节。 Smart King方面签署认为Smart King 网加为JWiwank公司首席财务负责人, Evoio方面签署人为其CEO, Patrick DePontor, 可就在2018年11月13日, 腾讯一线一篇报道中, SF方面就去区块链公司Evoio计划通过STO方式, 向SF投资9亿美元回应未得到此消息, 未得得了解到, 这是公司间进行商谈后的惯用作法, 鉴于Evoio与Smart King签订的保密协议, 不具备可供落地的细节条款, Evoio目前也并未与Smart King方面签订其他协议, 所以距离双方达成融资和股权转绕, 可以说遥不可及, 也正是源于这种不确定性, 在本次事件中, Evoio是否能实现其宣称的STO, 首要基础是否能够如愿获得Smart King的相关股权, 可什么时间注资换股权, 以什么形式注资, 甚至最终能否获取Smart King的股权群无法控力, 为了能够解决获取股权这个最大的变数, Evoio最项链得的记者, 透露了其他两种, 在未来可能使用的备选融资方案, 第一种, 如果不能顺利用已有资金先购得Smart King的部分股权, 将其Token换号, 在自身平台上销售, Evoio计划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 获得Smart King的股权成销权, Evoio计划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获得Smart King对于其未来, 用法币换取股权的时刻, 然后, 以资目或在自己官网IQO的方式融资, 直到融完与Smart King协议转让股权等值得数字获币后, 将这部分融资款注入Evoio的基金会, 最后基金会再加数字货币变现, 为法币购买Smart King的股权, 成为Smart King的股东, Evoio宣称自己并不在意融资的形式, Evoio和私募都在其考虑范围内, 第二种, 如果以上两种方式都不成功, 就将采取Evoio的方式, 今如果不仅不能顺利用已有资金先购得Smart King的部分股权Token化后进行销售, 也不能与Smart King方面签订关于股权成销的协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Evoio会选择先在二级市场, 善意利口的形式去融资, 并口头向投资人声称这笔融资将会被用于购买Smart King的股权, 并称如果这笔融资最终不能被用于购买Smart King的股权, 将把融资退回到投资者手上, 去连得了解, 目前Evoio并没有获得任何证券经销商资质, 在采访中, Evoio中国区负责人表示, 经销商资格只有传统证券行业才需要, 数字货币领域则更加自由, 因为此次融资不涉及保币, Evoio也不计划去申请证券经销商资质, 以美国为例, 尽管这的平台实际, 并不一定构成证券交易平台, 因为可能并不设计撮合多个买卖方之间的证券买卖订单, 但只要涉及为他人交易数字资产提供便利, 招揽用户购买数字资产证券, 或买卖, 经销数字资产证券, 就是要向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注册成为证券经济经销商, BD的主体可以是机构, 也可以是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各个国家的相关条款不尽相同, 但相较美国的规定不会相差太大, 合规的STO, 经销商就必须拥有BD资质, 律师, 这不是STO就肯定不是STO, 对AVO構想的计划, 律商永远法律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建伟, 对联德德,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AVO先购买资产再将其Token化, 并在此深平台进行融资的方式, 不能被称为STO, 将其称为可能对应资产或股权利益口更为合适, ST是证券类通证, 证券类通证的标准由发行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确定, 基本质上是证券, 但目前AVO所要做的STO, 其证券的属性不明, 也没有确定要接受哪个国家的监管, 练法棠里彭律师则向练德的解释, STO可以总结为在监管下能够实际落地的区块链, 夹具体项目的金融化, 其本质是合法合规的代币发行, 又别于ECO, STO要求企业拥有一定的实际资产或者现金流, 区别于IPO, STO则多了一层区块链技术, 无论上述案例中的融资方案如何, 有两点是确定的, 一是EVOEA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募资行为, 而非投资行为, 二是A募集的资金, 并不会用于其自身发展, 而是投资于Smart King这一点是别于正常情况下的STO, 可代币化的资产, 除了包括传统金融资产, 熟战券, 股权, 还包括收益权, 投票权等,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 作为习募资基础的EVOEA自身股权, 本身并不具备价值, 即便其前期获得Smart King的部分股权, Token化的也只能是自身股权, 投资仍持有EVOEA有大型的Token, 映射其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B公司股权, 在这个过程中, EVOEA公司实际上扮演了一手托两架的角色, 作为一个中心角色, 其信誉之变源于何处, 这种方式是否能满足监管要求, 目前上不确定在哪里融资, 如何解决股权承销的法律合规问题, 这种项目是否能通过监管机构的合规审查, 而除了上述之外, 作为一种融资行为, 如何做到符合监管要求, 这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连把郭亚涛律师对此认为, 在两种备选方案中, 因为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形式, EVOEA方面在拿到投资者的数字货币后, 先将其转化为一定量的法币, 再用这部分法币各得SmartKin的股权, 这中间存在很长一段真空期, 期间面临着币价和股价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 Token所对应的股权是不确定的, 这不仅存在较高的法律风险, 而且也很难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什么才是合规STO? 连得的APP仅公开资料整理了石榴家, 目前在欧美市场发行的STO案例, 欧美市场部分STO案例, 12月1日, 在2018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北京市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霍雪文, 在演讲中告诫STO从业者, 如果在北京开展活动, 政府将是同非法金融活动予以驱离, 不仅如此, 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省市, 在无对STO合法性的认定和管理, 可STO的融资需求仍在, 目前, 许多中国企业试图通过STO方式到海外融资, 如何依法合规进行之为关键, 对于这部分潜在市场, 货币率领总经理杨锦言认为, STO因严格依据八星国和被募资国的法律进行, 当前最成熟的STO模式在美国, 美国STO所依据的法律是美国证券法的扩免条款V格DS, 其融资行为在美国合法合规, 但也应遵循非融资人所在国的法律, 另外, 计划进行STO募资的项目, 因严格在律师的专业指导下进行STO融资, 对于非注策地在美国的公司, 在律师的指导下, 到美国一把备案, 通过发行证券行通证的方式募集海外资金, 是完全合法的, 可如果项目在中国境内以STO之名, 直接对中国投资者进行融资行为, 法律并不容许, 就像去美国IPO的企业, 也不能无视中国外汇制度等规定, 直接像中国投资者募资一样, 杨锦言进一步表示, 区块链行业真正要警惕的风险是, 借STO之名, 行一口之实, 直接在中国的融资行为, 涉嫌非法集资, TZERO是以太坊公有主网上第一例完成的STO案例, 2018年10月13日, 美国电商巨头Overstock旗下去快链平台TZERO完成了它的证券化通证发行, 去连得了解, 该项目的STO发行钻律了美国证券发, 并根据美国SEC的VIRGED和REX获得了登记获免, 是为目前为止合规落地的STO案例, 与以太坊STO项目TZERO的团队有过深入合作和交流的Benchorus总裁阿华国向连得的解释, Evoel要做的STO, 这种操作方式没有先例, 首先, 判定Token是否属于证券需要经过豪雷测试, Holy Test其次, 投资的这部分股权, 能否被Token化作STO, 需要对方董事会的同意, 此外还需要遵循公司注册的和发行得的力把, 执行难度很大, 按华国对联德德表示, 做STO最重要的是前期合规的流程需要走完整, 然后被Token化的资产的产权要清晰透明, 另外, 并不是获得美国SEC的VIRGED和REX获得了美国证券的公司发行ST才能被称为STO, VIRGED和REX也不是为STO而设,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美国作为金融规则的制定者率先以这种方式, 承认了Zero的STO, 其他国家及公司陆续也会效仿Zero发行STO的方式, 因此长远来看, 未来各国STO的做法以及相关流程和规定不会相差太大, 安华国说, 此外, 安华国向联德的介绍, 一个STO项目必须经历私募阶段, 私募完成后, 再通过某个交易所的规定, 进入二级市场进行流通, 不经过私募阶段的投资人任何就直接面向大众进行STO募资是不可能的, 在私募阶段, STO项目首先要符合运营的, 注册的, STO发行的交易的所在地区的证券法要求, 私募面向的必须是合格投资人, 通过Kicamor核实, 且各国的私募都有一定的人数限制, 简单来讲, 在私募阶段, 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律所去做合规, 二是需要投资人对项目的认可, 就可以进行ST的私募, 下表为连德德总结美国SEC对不同获免注册条例进行的对比, SEC不同获免条例对比, 此外, 安华国相连德德表示, 没有STO项目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或股权Token化后对外出售, STO项目只可能把一部分股权Token化后进行融资, 其他一部分由创始人, 早期的团队成员和投资人持有, 所以, 理论上讲, 进行STO的公司, 因为不可能将毛钉了有价资产的Token一并卖出, 因此是可以通过市场的溢价赚取收益的,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STO项目方首先要向公众披露ST的发行量, 流程量, 分配细则以及后续的增发量或减发量等事实, 本文独家首发列德德APP, 列德德, 茂园, 李飞凡,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